文字幕 李宗盛 文字幕 李宗盛 南山綠在家被冉 除位法師除位同學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請翻開課本247頁 這個倒數第七行 那表解版是第51頁 那我們今天介紹的是 這個大家被冉第四篇 這個別型篇 當中有六門的這個第三門 這個造勢的這個方法 那當中分兩節 第一個是講到相應滑度 那升起善滑 那第二個呢 講到沒有滑度 導致有所損失 那今天是要講 這個硬滑真善 這個寺院相應有 相應這個滑度 能升起 世人的這個善根 那這個前段的文 我們上次說過 我們再呼吸一下 這個講到寺院的一個處所 必須要避開 激險 必須要避開干涉 譬如說一個南仲寺院 他要遠離 這個比丘尼的這個寺院 還要遠離 這個市場 或是城市 乃至於觀虎的旁邊 這些 或是不寂靜 會有這個激險的地方 我們要遠離 那這個是三寶 這個安住的一個處所 這是總說 那是 這個活寶 跟活寶住的地方 這活墊 還有藏金 要請令他親近 這個素雅 不要華麗 讓人家看起來 這個素然其境的 不會生起 散亂染污的 那這個 深寶住的地方 就是 深院 這些療房 還有廚房 倉庫 那就是 只要 去得充斥 就是說 充足我們日常所需的 這個事物 夠了就好了 這個簡單一點 不要太大 那這個好照料 那我們用以上的原則來製造 在這個建設寺院 後來的這個因緣 因為這個環境又好 那大家 又好照料 好用功 那這個未來 這個日子久了 它也不會破壞的一個情形 那代代呢 可以相續在這個地方 用功辦到 那下面 這個是講到這個原則 這個是世告的文 講到這個 造寺院的原則 那後面舉出 實際的一個例子 就是極緣金色 我們看文 請合掌 極緣途中 環麗 牧使 徒語 並有所表 令人天事相 知事們多法 故能隱父邪術 勤受未畏 行以隱應 為事 親癢 那講到 極緣金色 它就是 彌陀金當中的 極速 極孤獨元 那這個 佛式的極緣金色呢 在極緣土金當中 那有所描述的 講到 今天金色 環在這個 這個金色的寺裡面 環所有的這個 樹木 石頭 乃至於土堆 乃至於建設的這個 烏魚 黃色等等的 它都是有所描畫的 不是好看而已 它還有內層的這個 表現的用意 那這個目的呢 就是使令 這個 人天事相 人啊 還有這個天人 認識 活法 當中的一個 像狀的 我們看到這個物品 那知事為 它的毅理 那使令 來到這個極緣金色的人 這個了知 這個四門 這個活門當中 釋迦牟尼火 這個 這個活門當中呢 有許多的這個 法度 那這個可以說是 這個 射程來說法的一個 情形 我們看到這些 這個室裡面的一些 擺設 那他都在跟我們說法 那這個設想 很做到的 那如此呢 可以使令 引護邪術 這個 隱蔽 護蓋 邪術呢 就是這些魔王 外道 他遇到這個極緣金色 他就沒有畏德 就沒有勢力了 乃至於 這個禽獸 這個 這個 這個畏怕 這樣威德 這個寺院 這個很有威德的 他就不敢來清幻的一個情形 那這個 這個 這個見得很如法 那這些 外道 還是禽禽獸 都不敢來清幻 那 這個是約的破二來講 那下面講到身上 隱 遺 隱婦 行遺 隱婦 這個行呢 就是指的 在世裡面的 種種活菩薩的這些形象 那 隱呢 就是種種的這些設備 那這些 隱呢 就是當中所隱藏 很玄妙的這個 道理呢 他呢 都是印 就是很清楚的印現出來 因為他 因為他 這個造的很如法 那這些 聖廟的道理 都能印現出來 所以呢 在佛式的這個 極緣金色 那歷代以來 就不然在印度 在中國 這個一直呢 為人們 所欽佩 所仰慕 的一個情形 事實上 是有所 是有原因的 那這個極緣金色 這個是一個 造詩緣的一個代表 那 確認 這個出出家的時候 那住在聯誼室 那感覺到 這個 那時候 這個 家是在建 這個聯誼室的時候 或許他也有採用 這樣 這個世告的這些觀念 就感覺到 他好像在 硬體建設的設備 非常的用心 那 在住在裡面 就感覺到 有一種滑的一個加持力 那時候也不知道 為什麼 就是 就有那種 特別的一種感覺 就是了 那後來慢慢學佛法 我才知道 在 《華恩經》裡面 他 講到 他有講到四種法界 就是 第四個 就是四肆而愛法界 這個是講到 法界觀 這一個道理 這個四肆而愛法界 是講什麼呢 他就說 一樣東西 比如說這個是毛巾 這一樣東西 他就寒色宇宙的 所有的一個道理 他就寒色在這裡面了 所謂的這個 一花一世界 一夜一如來 這個就是 世世外法界的一個情形 事實上這樣的道理 我們每天都在運用 比如說 這個 我們每天都在念火 這個淨土法門 他這個 彌陀的名號 就總持阿彌陀所有的功德 事實上 這個就是一個 世世外來的法界 一個 這個名號 他就生成 可是他能總持 彌陀的 無量解 所激功的 這些 我致意他的功德 全部都在這個名號當中 乃至於我們每天送的這個 彌陀經 這個極的世界 他在這個五層 色聲香味促法 他都在跟我們說 我們剛開始送彌陀經 他前面的衣報 事實上他就在說法了 這些衣報的環境 他就代表 這個一切的 這些活法都在裡面了 這個就是一級一切的 這種世世外的法界 那這個是我們每天 事實上都常在運用的 那這個在說法世界 也是一樣的 這個道理是遍滿 這個宇宙 這個是一個宇宙真理 那我們在說法世界 你建造試驗的時候 你就很用心來建設 來規劃然後建造 那不要求多也不要求快 那像這些事項上的東西 我們就能把活法的這些功德 就納錯在這個事項上的 他呢 就光光這個試驗而已 他不要說法 那就能產生這個 洪法力爭 這個大的作用 那就是這一段文 世告的這一段文 上他在講 就是講這些道理 那下面的這個知識記的解釋 因為他這個比較深 我們就把它唸一下 請喝醬 知識事雲 雞位 雞色 色跡 甘色 金黃 雞 金藏 木石等 植樹 錶齊 增長 歷史 錶齊 兼真 借壇 巨洞 錶 錶花針之意 無常願再細 錶請莫 非酒 立岔錶迷者之歸 柔觀錶道品 皆見 遲早 錶魔王喜信 摘連錶行人 心境 一路筆說 須得尋知 先到這邊 雞就是雞賢 就是我們這個自願的處手 要避開這個雞色 雞就是雞賢 那色就是乾色 不要有這個 市場 這官府的一些乾色 那這個講到 金黃 就是藏金樓 這個 金藏 金藏的一個樓 就是藏金樓 換這個經典的地方 那以下 就在說明這個極緣金色 少部分的一些情形 還有它相應的一個表法 木石等等的 那再說明這個 植樹 它這個極緣金樓 種樹 那代表呢 是生長的意思 就是我們的 這個稻葉 日日的生長 看到樹 這樣的一個表法 栗石 有樹栗 這個石頭 那代表呢 我們這個稻心很堅固 堅針 針就是堅固的意思 就像石頭這麼堅固 那這個戒壇 那在這個極緣金色裡面 這個壽戒的戒壇 它呢 位置是放在這個東邊的 為什麼放在東邊呢 因為這個東邊 是日出的一個處所 就是我們一個活弟子 你剛開始 就是壽戒 那當為壽五戒 壽三規 壽五戒 那就是成為活弟子 乃至於你要出家 進一步來壽 這個三密戒 壽比丘戒 那這個呢 就從壽戒開始 壽戒就是壽戒 壽戒就是一種花生的壹禮 壽戒 壽出家戒 才成為這個出家的僧人 那我們就是放在東邊 讓使命這個出壽戒的人 要花起大幸 就是花生的壹禮 那這個無常院在西邊 病人呢 他就住在這個無常院 那這個無常院呢 他是放在西邊 因為這個太陽下 就是下山 在西邊下山的 那人家是看到 西邊的這個無常院 那就 他也知道 這個人呢 表情末非久 這個人 到了這個地方呢 他就要情末了 像太陽一樣 要下山了 不會長久的 那這個意思 讓這個病人呢 他能看到這種景象 那就把握時間 不要在這邊 這個耽擱了 把握時間好好的用功 立塔 這個塔呢 就有兩層的意思 塔就 第一個呢 就是塔 立這個火塔 那或是這個 還可以解釋呢 這個塔上面的這個柱子 這個比較尖的柱子 上面有藏這個設立的柱子 事實上 不過這樣講起來 都是塔的意思 立塔 就是建立這個塔 那這個 表示 就是這個迷者之歸 這個迷惑的眾生 他能知道 回歸 這個自信的一個情形 就好像這個 茫茫大海當中 他看到了這個目標 有這個塔 看到這個竿 塔上面的竿 那能這個 有所歸宿 不再這個迷惑 起火造業了 樓關 這個高樓 關呢 是這個 高樓上面 這個台上面 的一個屋 小屋 叫做關 就是一個高樓 那上面再建一個台子 那台子上面 這一個小房子 叫做關 這個樓 高樓上面的這個 這個平台上面的小房子 叫樓關 當然我們怎麼上去這個樓關呢 他是先上第一層 然後其實第二層 第三層 漸漸上去的 你要上高樓 必定要不能超越這個次第 要次第的上去的 所以我們看到這個樓關呢 這個 他代表 表道品接見 你要修行 要成就聖道 這些道法 這些品類呢 他是有一個階層 有劍斥的 你要修行 不能超越這個劍斥的 譬如說 這個任元經講 因戒生定 因定花會 他這個 戒定會 他是有次第這樣學上來 次第不能修 這個修道的這個次第 不能混亂的一個情形 那這個樓關 所標法 那池藻呢 這個 圓形的 就是池 那這個 彎形的 叫做藻 那就是水池的意思 然後池藻就是水池 那錶 魔外洗心 這個魔王 還有外道 這些不信火的人 就能到這個寺院呢 他也能夠 洗滌內心的一個情形 那這個看到水池 這個代表 這個洗滌內心 那栽連呢 這個蓮花 他這個出污泥而不然 錶行忍心靜 我們一個 修行的人 他 修行 要改變 他的內心 在五濁二世當中 他仍然內心還是保持 這個清淨的 就好像蓮花一樣 這個出污泥而不然 一路 比說 這個 比途經 這個 戒壇途經 及元途經 他裡面 有說明 很詳細的一個說明 虛者 尋知 他在這個大政上 四十五冊裡面 有 我們看 看下面的文 《途經》 《途經》 《近日》 《日本》 《江志》 《文有》《兩卷》 《祭祖師》 《尹護邪術》 《為》《使魔外》 《無奇》 《威士》 《尹游》 《必也》 《勤受》《未威》 《未令》《異類》 《不敢》《清幻》 《行影》《影》 《未相色》 《可觀》 《為》《世》《清氧》 《祭》 《世術》 《祭祖師》 我這邊講到的這個途經 就是 民國的時候 近日 就是指的民國 不過這邊 《志慈記》當然這個是講 是宋朝的時候 那宋朝的時候有帶回一次 那民國的時候又帶回一次 這近日應該是指的 這個宋朝那時候 從日本 這個 當時 是這個 道宣律主所鑽作的 那 到了宋朝的時候 已經遺失了 那再從日本 把他僵侍 帶回來 帶回來 這個 中途這個地方 那總共有兩卷 那這個途經 他是這個 道宣律主 一天人的一個口述 因為這個 道宣律主 都有天人來供養 他就問一些 這個活室的一些情形 那宣主 就把他這個 把他撰寫起來 那這個要 既然途經 那 到了這個民國的時候 事實上已經遺失 宋朝那時候帶回來 已經遺失 那這個民國 再次的把他 這個請回來 引護邪術 就是死令 這個魔王還有外道 就沒有威德 沒有勢力了 因為這個寺院 蓋得太莊園了 這個 太威德了 他們 魔王外道都沒有勢力了 引 這個引壁 引護邪術 這個引呢 就是關閉的意思 那這個 禽獸未威 死令呢 這些 這個異類 這些禽獸 出生類的眾生 他也不敢 來清換 這個寺院 不敢來寺院 這個大橋邊 來自於 這個破壞東西的 行影影 這個行呢 就是 活菩薩的一個形象 還有這個 儀 就是設備 這個儀器 都含有這個 含糖這個毅力 都能引現 那可觀 他引現出來 所以我們可以 看得到的一個情形 像有的佛像 他造得很儒華 他會晃光的一個情形 乃至於 這個地方很有修行 他這個 設備 他的這個 玻璃 也能晃出這個 法輪的一個情形 那這個 都 這個都看過了 唯士清 雅 這個就是 這個極緣圖金 極緣 金色 他是這個 使令 是 就讀書人 這些官員 術呢 就是百姓 能生起這個善根 就是到了這個一個 見得如好的寺院 這個走一趟 那對佛法的善根 那就增長了很多了 那 那自詩記的小柱裡面講到 這個圖金等等的 那 送死 送討的時候 從日本 激環 激環就送回來 宿 懸附益師 很急速的 送討 當時呢 又馬上又遺失了 就散亂 就馬上又遺失了 金再由日本請歸 那這個小柱應該是 宏一大師的字 這個 民國的時候 再從日本 這個請回中華 那這個天經科金處呢 有堪行本 叫做 極緣誓圖經 那跟這個戒坦圖經呢 合為一策的一個情形 那以上 是說明 這個相應法度 那能生起 這個眾生的一個善根 那第二節講到 無法自損 如果呢 這個造的誓願 由於沒有這個法度 會導致 使命誓願 會損化的一個情形 不是外難來損壞 你這個 試驗沒有法度 他自然而然 很快就會損壞的 那有三個小節 講到 造立非法 試驗怎麼樣造的不如法 那第二個講到 藤健毀壞 這個 居士來到試驗 這個藤健毀壞的一個情形 那這個 引勸俗流 引經來勸告 這個俗人的這些流淚 我們看 這個造立非法 我們看文 但歷代年紀 禀教 凌遲 似淳 滑飲 措取 意志 俗人既不小滑 眾生未解釋道 但相仿效 虛惠財物 盡心精妙 利盛 利盛 利至盛他 黃朗 台觀 物令高顯 過筆便止 都不純化 歷代年紀 這個 到了 這文 是唐朝當時候 那離佛是 大概有1600年 這麼長 那歷代的一個 這個傳遞 那這個年延 很機久 很長遠的 那這個難免 這個懶到這個 惡習 禀教 凌遲 那這個 所以 禀受 佛教 佛法的 佛教法的 這一個心 就漸漸的 靈 就是摔毀 破壞的一個情形 叫做靈 那這個詞 就是說 他變得沒有警覺性 很遲緩 對也好 不對也 沒有關係 那 對活法 事實上這個活法 他是沒有時間的一個影響 主要就是人心的問題 剛開始 這個活事 大家善根很強 那這個 對活法 那種恭敬心 那這個 受持活法的心 那很堅強 這個活法來馬上受持了 那到了末代 這個向法 末法 那這些 那這些 受佛教法的一個心 就漸漸的 這個衰微 漸漸的一個破壞 叫靈恥 丙教靈恥 事實上 並不是這個 教法 這個靈恥 是這個心靈恥的 那結果 四存 華影 錯取一指 我這個 這個 末法的心 向法的心 來建造 寺院的時候 四存華影 這些見識的一個 事項 仍然存在 還有在見寺院 可是 這個正確的法度 已經隱末 不見了 的一個情形 那一般人 他怎麼 他要見寺院 可是正確的法度 不見了 他怎麼來見寺院 錯取一指 一般人就依他自己的意思 然後錯誤的舉揚 來見寺院 那可是這樣見寺院 已經不是佛陀 本來的一個 意旨的一個情形 就是眾生 這個私心自用 依照自我的角度 自我的想法 來見寺院等等的 沒有再參考 這個佛式的這個方規 為什麼會這樣呢 因為他這個 秉教靈恥 他這個 授持佛法的這念心 那已經沒有這念心了 那所以呢 他見的寺院 都依照他自己的意思來見 那這個是講到 這個非法 為什麼會非法的一個情形 就是這念心非法 所以他見出來的這個東西 也是非法的 那現在講 這個結果呢 這個俗人既不小法 這個世俗的人 當然他沒有學佛法 他也不曉得 這個造勢的一個法度 那這個大眾生呢 因為他也不能了解 那所以呢 他也不知道 造勢院的一個法度啦 那所以呢 他也不知道 如何去開示 如何去指導 這個眾生 來造勢院 那出家也不知道 在家也不知道 所以呢 大家要造勢院怎麼辦呢 但相反效 互相的這個模仿 效呢 就是學習 學習什麼呢 虛費財務 這個錯誤的一個方法 那這個虛妄的 這個損會 這個信思的一個財務啦 你造勢院要很多的一個財務的 那就這個浪費 這個信思 那他們呢 盡心精妙 他們造勢院的一個目標呢 就是要這個比賽 盡呢就是這個競賽 來比賽 用比賽的信思 來使令 這個誓院很精細很微妙 那這個目的 這個精細微妙 不是來共活 不是來共養三寶的 他這樣精細微妙 就是要立志生他 竭盡他的力量 他的財力 他的心力 他的志向呢 主要就是要超過 勝過其他的一個志願 比如說你這個造三十層 我就要造三十二層 你這個 這個佔地 這個一百坪 我就要兩百坪 那 不是說為了這個享受 為了觀光 吸引遊客 都不是為了這個修道 來設計寺院的 那這個是錯誤的一個 這個荒華 那雖然這個 這個用的錢很多 可是這個荒華 這個心用錯了 結果呢 黃 藍 台觀 物令高顯 這個黃色啦 那這個回廊 接著這個黃色中間有一些回廊 還有很高的這個台 那這個觀呢 就是這個台上的一個黃色啦 在高台上面 再建一個小黃色 叫做觀 就務必 這個死令呢 很高大 很明顯 那這個黃色 建的又高又大的 可是呢 過比辨子都不存滑 只要呢 超過比 其他的這個志願 那就可以停止啦 大家應該可以看到 很多廣告都講 這個 什麼東南亞 那最大的志願啊 東南亞 最大的這個佛像 等等的 那這些 他的目的 他的用心 就是要比賽 這個大的一個情形啊 那 只要超過 這個其他志願 那這個 他就滿足他的目的 都可以停止 都不存 存滑 他的造志願 在造志願的時候 他的存心呢 都沒有在這個滑度上面 當然 新生者種種滑生啊 你用這個比賽的心 來建志願 當然所建造出來的 這個建築物 他呢 就有 剩他的氣溫 就很濃厚 那當然 他這種 安身半道的功能 就很薄弱 而且這個志願 蓋得很大 那大家呢 每天就 忙著來維持道場 不能用工半道 你就在那邊整理 整天就在那邊 喝茶 在那邊整理就好了 那這個 不知道 這個什麼是解門行門啊 不知道 什麼是界定會三學的 那這個是講到 造志願 非法的一個情形 剛開始的原因 就是我們這一年期 沒有很虔誠來學活 那就 所以呢 這個造出來的東西 就很差了 那下面文 這比較簡單 我們就直接把它消失下去 出造立非法 那這個棉姬 就是指的 有眼長久 就是講到 這個離活式的一個時間 已經很長久 叫做棉姬 那這個 丙教零詞 這個丙呢 就是指 內心支持活法 這個 的一個情形 叫做指 這個丙教零詞 錯舉 意思 這個錯舉 就是說 這個因為丙教零詞之後 所以他在造寺院的時候 那這個 每事費力 接任 接任義兒 就是 寺院當中 每一個事情 的一個匯除 或是建立 都是隨任自己的一個心意 來建設的 事實上 每個事情 它都有規矩的 每一個我們 沒有謙誠 那 這個心不謙誠 那就隨著自己的心意來做了 仿效 就是講到 這個 互相來學習 這個耳風 這個耳 就是 錯誤的一個風氣 那 什麼錯誤的風氣 這個靜心精妙 靜心 就是指的 用鬥靜 這種比較的一個心 來見事願的一個情形 像換我經裡面講 我們做一個生殖事 要怎麼做呢 要這個 戰和鬥鬆 擅守三寶物 莫無度用 如自己有 你不是要比賽的 你要好好的 這個守護三寶物的 像自己的東西一樣 那好好的 那個維持這個寺院 那這邊 這個錯誤的一個風氣 就是用比賽的心 來這個護持寺院 立志 就是 就是捷徑 這個 自己的一個力量 自己的心力 來 這個造寺院 那用意 他的目的 就是要勝過他 叫勵志勝他 那高顯 物令高顯 就是 祭福靜妙之心 那這個 東西 這個 黃色 那種種的 就是 使令他很高大 很明顯 那這樣子 祭福靜妙之心 福呢 就是虎和 富呢 就是虎和 虎和 他原本的一個花心 就是一種靜妙 一種比賽 勝他的一個心 過比變子 這個過比 這個超過 這個對方的這個寺院 那就 乃趁勝他之志 趁何 勝過他人的一個心志 那就可以停止了 他以為呢 這個 這個 沒有血火 那這個 以為這個寺院 又高又大 那就能勝過他的寺院 不知道這個 寺院呢 他是一個道場 因為重點是在這個道法 這個道心 那這個是錯用心 這是道立 寺院揮法的一個情形 那下面 我繼續在講 這個藤劍損壞 這個 居士來這個寺院 這個藤劍損壞 三寶物 看文 又還至藤劍如己莊載 眾生荒唐 諸蜀受用 毀壞損辱 情無所欺 屈道成属 如奴施主 誓民誓法滅爺 那這個 俗人 來到寺院 那這個 還字藤劍 這個 往緩 那自己呢 藤走 來践踏 這個居士呢 來到寺院 這個沒有威夷 如同呢 在自己的一個 庄院 自己的一個宰色 好像自己的家裡面一樣 進進出出的一個情形 那這個 沒有愛惜這些寺院的東西 我們前面有講 這個寺院呢 它原本是一個修道的一個地方 原本是要很靜默 那 大家好 在那邊安心辦到 那裡這個 藤走践踏 那這邊就喧嘩討鬧的一個情形 那這個 這個 熟人 這個不知道滑度 來 來到寺院 這個討鬧 那 眾生 黃色 諸屬受用 把這個大眾生的一個 黃色 烏魚 這個烏堂 那供給諸多的熟人 來受用 事實上 這個熟人 原本是要供養三寶 那 那反而跑到寺院來 這個損害三寶物 來這個損耗三寶物的一個情形 這些黃色 原本都不是給熟人住的 它是 蓋起來 那給這個佛住 給這個經典 來這個安放經典 那給出家 這個生寶 來住的 給生寶 來這個 修到的 那現在 把這些寺院 這個黃色 都提供給熟人 來受用 那這個是損壞 這個三寶物的一個情形 毀壞損乳 情無所愧 那居士 這個毀壞 三寶物 這個損乳 毀壞是指到 這個毀壞三寶物 那這個損乳 就是損乳這個生人 出家的生人 那這個居士 原本是要來歸一三寶 那這個現在 這個毀損三寶 這個又毀壞三寶物 又損乳這個出家人 這個生寶 那自己的內心 一個活弟子 自己 這個這樣子 這個毀壞三寶 毀壞三寶 那自己的心情 也沒有一點 這個羞恥 慚愧的一個情形 那是居士 的一個境界 變成這樣子的 那這個出家眾 也不知道好好地教導 屈道成屬 如弩士族 這個屈者 這個出家道人的一個身分 來奉承這個俗人 就好像這個奴奴 來侍奉主人的一個情形 侍奉這些居士 就好像侍奉主人的一樣 事實上 俗人這個居士 原本來到寺院 是要秉受這個訓悔的 他來寺院學火的 那面對這個生寶 應當是 就面對師長 應當很謙卑 很恭敬的 那現在呢 這個出家眾 他這個身格也喪失了 反而呢 這個來驅到 來成屬的一個情形 顛倒 那這個居士來破壞這個寺院 那這個出家人 又是恭敬那些居士 那整個都反過來 如此呢 世民釋法滅也 如此 那名為 寺院的法度 就完全消滅了 那一個活弟子 他沒有恭敬歸的一個儀鬼 那如此 這個寺院 他都喪失 這個智利 還有利他的功能 完全都喪失了 那以上呢 這個文 這個大致的文 是這個水草 這個世告 就是林毅法師 做的文 然後他看到這個寺院 當時的一個情形 他把它記錄下來 我希望我們能避免 那後面的 這個小的字 這個是唐朝 道宣律主的一個 這個 這個註解 我們看文 其聖者 打罵眾生 種種非法 取要言之 重生 強力 異朵 待戒 其情 乃至 情世 生怨 舉愛 世中 智種 早遇等 並非華也 其聖 更嚴重的 比前面還更嚴重的 這個 俗人呢 來到寺院 又打又罵 這個大眾師的 然後做種種 非法的事情 取要言之 取這個 比較重的 比較 重要的 來說一說 就 從這個居士 來到寺院 那像這個 生人 出家人 強力的 意志 然後奪起東西 不給 不行的 這個強力的意志 然後奪取 然後 戒 戒 其情 來這個 寺院 來這個 借東西 那這個 祈求 來鎖起 這個物品 的一個情形 都用強力的 這個奪取 來自於 他家死的人 木內 就放在寺院裡面 智種 就放在寺院裡面 早獄 就是這個早獄死屍 這個屍體 要給他 安放棺材裡面 要先洗一洗的 也在寺院裡面洗的 病 病灰花眼 那上面講的這些 都是不如法的 這個都不是寺院 應該辦的事情 那這個是宣主的一個註解 那我們看這個 下面林智立誌的解釋 我們把它唸一下 至此是云二藤健毀壞 民俗人於案 文序本主 亦同於人毀壞 約物 損辱約生 曾祭奉事此刻 大致必寧事告 故住以住之 其請祭求所 請觀諸事 彼此善然 今何足怪 先到這邊 第二課 講到這個 居士 來寺院 藤健 毀壞這個寺院 這是說明 這個俗人 居士 他愚痴 暗昧 活的一個教法 來寺院造罪的一個情形 文序本主 這個文當中也是在 為什麼居士會這樣子 也是 反面的來敘述 這個本寺的一個主人 這些出家眾 他們不恰當的 不能恰當的管理寺院 那就晃縱這些居士 這樣來造惡了 異通於人 那這個 在異理上 也是融通 這個既已的人 其他的 不只這個荒障和喪 其他的職事 其他的注重 都有一份的共業 那 毀壞約物 這個毀壞 物品 這個是約的 這個三寶的物品 那這個損辱 就是指的友情才能損辱 就是來到寺院 對這個出家的生寶 來損辱 這個侮辱 這些出家人 去到成屬 這個成就是奉仕 這個成屬 就是奉仕 這些屬人 這個生寶 還過來 來奉仕這些屬人 給他稻草 給他這個 擦地 給他這個 種種的 那這個 都不應該是這樣子 此刻 大字 並隱世告 這個世告的文 就是林玉法師的世告文 故住以 故住以住之 這個道宣律主 再加上這個小住的文 來幫助我們理解 齊寢 既求所 請觀諸事 上面諸多的這些事情 彼師 就是水草 還有唐草 當時 尚且 那當時 算是這個 相華 還是如此的 今何足怪 到了這個 林治立是 是北宋當時的 這個是這個末華初年的一個情形 更何足奇怪的 那下面把這些奇怪的事情 這個講出來 我們看文 更有殿堂飲宴 身處宰殺 既作雜物 處居良處 或涉作雅亭 或編為產物 婚姻生產 雜惠難言 師有道眾之非財 其毒屬辱之無事 美恨 美恨華們之滅 滅 俗為扶持 更借欲報之艱辛 誰當救了 避懷 避懷 其不再師 視之 或虎無門 為人所遭 有利能济 傳而免之 那這個 到宋朝的時候 更有人在這個 這個殿堂 活殿 這個 講堂 當中 來飲酒 宴 宴就是 一般的宴會 相同這個宴會 這個宴 就在那邊 這個辦 這個酒席 在那邊吃飯 喝酒吃飯 身處宰殺 在這個大眾生的一個廚房 那在那邊宰殺 這個生物的一個情形 在那邊殺生 地灼雜物 那屬人的這些雜物 就飢荒在寺裡面 處居良處 這個儲藏 積蓄 這個糧食 這個儲 就是 積的意思 就是把這個糧食 就借放在這個 寺院裡面 這個寺院 這個很寬廣 就放在寺院裡面 或 色作雅庭 色就是取 它這個意思 有點色就是 我們這個攻擊對方 就用色的 他就是看到這個寺院 就把它多取過來 就好像在攻擊寺院 這個情形 這個雅庭 就把它當作這個官府的一個情形 色就是取 把寺院 取來當作這個官府 來辦公了 編為場務 把這個寺院 把它 那邊 當作這個考場 來辦理這個 考試 這些科舉制度 就在寺院裡面考了 婚姻生產 或是在這個寺院裡面 舉行這個婚姻 像現在的這個活化婚禮 就在寺院裡面 就辦起來了 然後 這個 在寺院裡面 這個生產小孩 的一個情形 讓我們想 這個寺院 它是一個 修清淨喚恨的一個地方 它是禮遇的 那這個 現在這個婚姻 生產 那這個都幫助 男女做這個淫慾的事情 那跟寺院的功能 它是不能配合的 雜會 那種種這個雜會的事情 這個 還有這個 聽說在這個寺院裡面 辦舞會的 開旅館的 那這個雜會的事情 就是難以言說了 那為什麼會這樣子 下面就解釋了 只有盜眾之非財 如此 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出家的盜眾 非財 就是 並不是說沒有能力 才叫非財 就是沒有盜心 沒有這個出事的盜心 不知道正確的滑度 那好好的來管理寺院 這個維護寺院 才會如此的 這是最主要的一個原因 其讀屬辱之無事 這哪裡呢 只是圍堵 這個在家的一個熟人 這個 儒士 這些讀書人 沒有認識活法而已 最主要就是 出家眾 這個 沒有 這個盜心 美恨 滑門 致富媚 這個怨恨 這個活法 這個門庭 覆蓋 消滅亡的一個情形 俗未扶持 這個誰呢 花心來把他扶持起來啊 那這個 這個可以說 用一個問號 或是 金灘 比較恰當一點 更皆欲報之艱辛 更皆探 這個 揮華者 這個居士 乃至於這些 這些身眾 不好好的管理寺院 這些揮華的人 他未來 受到地獄果報的一個艱苦 的一個辛勞 這些主事的一些 這個出家人 這些執事 乃至於貪履的這些 這個熟人 他都有一份的 地獄的一個共業 誰當救了 誰來救拔 來療治他們 來把他們拔出 這個地獄啊 避懷生事 這個 必定內心懷有 身遠見識的一個人 其不在世 一再的失戀 這樣的一個因果 這個地獄的一個因果 你造寺院裡面 這個是一個 大福田 那你在這邊造 造惡業 那這個樣的因果很大 世之禍虎無門 那我們今生造作的一個 我們一個修道人 你今天造的是虎 造的是禍 那是無門 無門 就是不一定的一個 沒有一定的一個門路 是不決定 就是看你怎麼造作 為人之道 禍虎無門 為人之道 都是我們自心所召感的一個情形 有力能寄 免而 傳而免之 有力量 能改正 來記住 這樣事情的 這件事情的人 要這個傳通 這些正確的法度 好好的 教導他們 如何做 才對的 然後勉勵 來這個 教導 就是我們不要 這個隨順人情 不對的 就是要 改正 所以說來改正 不要做這個 這個 爛好人 這個 每個人都讚嘆 結果呢 試願都敗壞下去了 那這個 把 這個 把我們的一個心衰 這個 眾生的一個會命 都賠上 下去了 好 那 這個時間 我們先下課 休息順重 好 這個 造立非法 這個 試願 造得不如法 那這個 居士 來騰見 毀壞 試願的一個情形 好 那這個 第三 第三段 講到 引勸俗流 引經來勸告 這個俗人的一個流淚 我們看文 若改往修來 更 追法 更新 正盡 無患 事得 互此 世華也 俗人 造勢 本位求福 做出家之音 得到資源 唯因 禮拜 供養 未請 知情 此時 謹問 如法往來 彼此利益 至他無腦 名 互此也 好 那這 引經來勸告 這個俗人的流淚 勸告 再家人 那先是正式的一個勸告 如果呢 我們能改掉 這個 往 就是以往的這個過灰 我在寺院裡面 這個造下灰法的事情 那修 修來 就未來的一個善法 好好來護此寺院 追法更新 追隨 正確的一個法度 那更新 更新 更改 這個 舊的一個習氣 那升起恭敬心 那謹慎 那恭敬 那恭敬 寺院的這個法度 那沒有違患 那這樣子 才是 護此寺院的一個方法 那這個是四告的文 那後面 這個道圈律子 做個補充 這個講到俗人 造寺院呢 原本是為了要求福報 然後 做為自己 未來出家的一個因地 一個因緣 那這個寺院呢 他是眾生 得勝到的一個住緣 應該來禮拜 那這個 來供養三寶 你這個居士應該 好好來寺院禮拜 供養三寶的 那為了佛法 來諮詢 來這個請問佛法 那時時的 謹問 謹呢 就是下對上 叫謹 來見 來見 這些聖寶 來請問佛法 那這個居士呢 能如此的 如法的 往來寺院 那這個 彼此利益 這個道眾 還有這個俗眾呢 彼此都能得到利益的一個情形 這個出家眾 那得到護持 那也得到歷練 那這個在家居士 也得到這個引導 這個佛法的引導 大家都有得到佛法的利益 那自他無腦 自己跟他人 都沒有 這個腦海的一個情形 那這個才是 護持誓願的一個滑度 那可見呢 這個護持誓願 他是 這個市眾弟子 在家出家 這個一個責任 那這個抄文 當中 這個教導俗人 這個如此來做 那這個呢 就是出家人的一個責任 這個生人 負責來維持 負責來教導 那這個居士 來 誓願要歸位舉舉的 那這樣子 彼此都能得到利益 那下面 這個引經來證明 故真理與阿涅 阿涅士王 德信以後 是國中 無令 是婆之家 知書迎送 其費 身傳 正法 德信 與人乎 下面引 這個真理阿涅經 講到呢 這個阿涅士王 德信以後 阿涅士王呢 就是印度的這個摩羯陀國 當時 最大的一個國家 摩羯陀國 那這個貧婆 Solo王的一個孩子 是啦 那 當時呢 他這個 等不及了 就殺戶 那造下這個無利罪 那後來 這個沒有多久 這個片體 都升起這個賭倉 那這個 知道呢 未來要墮到地獄裡面去 這個聽到 這個未來就是要墮地獄的 那就請問外道呢 這個如何是好 那其中有一個外道就回答 這個 地獄雖然很長久 可是呢 這個地獄很快樂啦 那坐地也沒有關係啦 那這個外道隨便回答 那這些外道的回答 他都不能滿意的 那沒有辦法 就到火的地方 去請問這個火頭怎麼辦呢 那火頭就會跟他開示 那開示之後 他就知道自己錯了 那就在火前 就自成的懺悔 那這個病呢 這個毒倉的病就好了 那就歸火頭了 叫做阿瑟士王得信以後 信火以後 那這個時候 這個他呢 就有些動作 跟以前這個殺戶 那這個害火的一個情形不一樣了 就是這個命令 國當中的這個信火的人 這個信火的人 無令釋火之家 知書贏送 不要死令 這個釋火 就是信火的這些 家庭 這些居士啦 知書就是納稅啦 知呢就是錢財 的一個輸送 就是指的這個納稅 那這個贏送呢 就是對官員 這國家的這些官員 迎來送去的一個情形 那這個正義阿罕經 後面就有一撞 他是解釋 為什麼會這樣子呢 所以然者 就是 他就 阿瑟士王就講 這些信火的人呢 都是我這個道法兄弟 都是我這個學火 道法當中的這些法兄弟 你看這個阿瑟士王 對信火的居士 尚且如此的扶持 不用繳稅 也不用這個 迎送這些官員 那對出家眾 那這些申保 更加的扶持 更加的恭敬 那下面解釋呢 推德信 所以這個推論呢 他就是獲得這個 信火的一個緣故 才會如此的一個 如此的改變 齊惠 身傳 正法 他怎麼會得到這個信心呢 難道不是 這個出家的僧人 弘揚 弘船 這個正法 那這個 得信與人乎 那 使這個居士呢 獲得這個信心 於這個人 就是僧人的一個緣故 這有點倒裝句 就是居士呢 他 這個在這個僧人 出家中這邊 獲得活法的一個信心 就會變成這樣子了 當 書人呢 對活法有信心 他就來攻進活法 扶持活法 就不會像前面的 這個破壞活法 這個來到寺院 這個破壞寺院的一個情形 當然一個居士 他是扶持活法 或是破壞活法 那這關鍵點在哪裡呢 就關鍵點在這個出家中 這個出家中 那你這個身格建立起來 他能解形病重 用智力 用利他 他呢 這個居士就好像這個草啊 這個有得恨的這個 的一個身重 他就像風一樣 這個風一吹 那這個草呢 就 隨著風 就倒下來了 你只要有這個出家中 有這個光明 那這個黑暗 居士的光明 他就破壞掉了 我們這個關鍵點 就是在這個身重 那下面 這個知識記的解釋 我們直接把它消失下來 這個第三個 引勸俗留 出證券 正式來勸告 這個改往 就是懺悔 上面 這個破壞誓願 諸多的過失 那修來呢 就是其免 這個後來 能這個掏身 這個三界 然後生死 追法 即一教 這個追法 就是依得佛的教法來做 就是依得佛教法來做 更新 就升起這個恭敬心 那其次呢 引這個阿漢經 來證明 這個講到 阿瑟斯王 這個殺戶 造下五逆的罪 他升起邪見了 那後來就得到這個 毒倉的一個重病 那就歸於佛頭來求懺悔 所以呢 就推行 這個護持佛法 護持佛教徒的這些斥令 那支書 就指的 這個科配財務 這個科税 那配呢 就是相称 這個居士一般 要交這個相称的一個財務 要納稅的 那贏送 就是 己奉官僚 己就大大的 來奉事 這些官僚的一個情形 他來呢 你要這個 來接銀 然後他回去了 要把他送 送他回去 四活之駕 拒令免放 都 這些信活的人 都免除 都是開放的 不用這個淫混 關聯 也不用交稅的 旗下推得信 推論呢 他是得信活的一個 所以然的緣故 才有這麼大的一個改變 那以上 這個是第三門 這個造像 造活像 造活塔 還有造活室 就這樣講過去了 要如何來造試院 我們下面 再看到 第四門 詹是病人 詹呢 就是照顧 就是看 看似這個病人的一個情形 那這個前三門 可以說是 說明呢 如何來恭敬 這個住持的三寶 乃至於如何來建立 乃至於維持 這個住持的三寶 那這個三寶 可以說是一種神聖 很崇高的 歸的一個表真 那第四門 這個詹是病人 他就 又回到這個現實的一個 現實面 來討論了 因為這個弘揚 活 活化二寶的這些 這個生寶 他是會老病死的 他會老 會病 會死的 那這個一個出家人 這個深仲 他持親出家 那這個晃者眷屬 還有他這些資深的事業 全部都晃掉了 他來到這個活門裡面 就一心一意的 追求這個無違法 然後弘揚正道 如此的自立立他 那等他這個老病 的時候 他是身心最微脆的時候 最需要人照顧的時候 如果說他是照佛好的一個來做 他身旁可以說 這個有形的資訊 是一無所有 那 那這個怎麼辦呢 那是讓佛陀他有所 這個施設的 就是說 他就是要照佛陀規定 要這個詹是病人 那這個問題 這個如果能解決 那未來 這個深仲 他更能 這個現身活教的 那更加投入 這個全心全意來做 那這個居士 了知這個佛陀 這個三次病人 這樣的一個安排 這樣的教導 他呢 才知道 怎麼樣來 這個護持 這些出家仲 乃至於一個居士 他這個 他花心想要出家 他知道 他出了家 沒有後顧之憂 他呢 就能 更放心來出家了 乃至於 這個一個 這個俗人 他也會生病的 他也可以 枉造這樣的方式 怎麼樣來照顧病人 那這個讓病人 得到最好的一個 這個臨終 的一個關懷 那這個是講到 這一顆 這個三次病人的一個用意 不過從這個 後面的我們的內涵看來 當然這個病人 在家出家都會生病 不過這邊 應該是專門指的 這個出家中來講的 那就是講到 回到現實面 來講到 這個出家中生病的時候 我們應該怎麼辦 那下面 分到適當 第一個 第二個 治癒 活頭自定 照顧病人的一個用意 第二個 這個減肥 誰來照顧病人 第三個 講到 安置處所 安置病人呢 他要安置在哪一個處所 那這個處所要怎麼樣佈置 第四個 這個病人病得嚴重了 怎麼樣說法來收斂他的心念 就做臨終關懷 怎麼樣來做註念的 我們先看第一章 這個治癒 那分 三小端 這個術 敘述看病人的用意 那這個因 律來證明 那第三個呢 解釋疑惑 證明看病人 那功德是很大很大的 我們看這個書意 我們看文 治癒的福有待之行 多諸因類 四大互還六虎成病 若不假象提皆奪命 則無所託 然事情流變 始終難醫 強壯 健壯 則輕膩 病弱 則捐捨 屬筆 筆書橫勤 未能忘此 故如來 身見人物 知善未從 惡必相遵 故親看病 那敘述 這個佛陀制定 看病人的一個用意 那這個病患 這個為什麼會生病的由來 下面解釋 治癒得 治癒看病 服務有待之行 這個 我們一個環乎 有了一個等待的一個身形 等待什麼呢 環乎的 你有這個色身 就要等待衣服 等待飲食 等待種種的攻擊 這樣子 你這個 才能活下去的 那有我們這個有肉的業力 得到這個有肉的果報 那這個 他要種種的一個攻擊 那這個有肉的業力 這個等待的一個身形 這個很多瑕疵的 多株因類 便會有許多 這個因類 就是一個動詞 因就是殘繞 這樣一個有肉的色身 那個殘繞 很多累贅 很多麻煩的 這是講到這個身為苦本 你這個有肉的色身 他會有很多麻煩的一個情形 那這個四大互緩 六五成病 你生下來之後 他不是這個平平安安的 當這個地水紅四大 這個他在運行的時候 互相乖緩 就不調順的時候 那這個五臟六虎 那個就會形成這個病苦的一個情形 他運轉不順暢 那就有病苦就產生出來的 那這個是講到 這個有肉色身 他必定會有這個病苦的一個情形 那殘是 這個所以 這個有病 那就很需要 這個來殘 殘就是看 來看事 是 就是照顧 很需要來看事 來照顧的一個情形 為什麼呢 若不假相提息 博命 則無所託 一個假戒 互相的來提息 來接待 來救濟他 那一個有肉的一個生命呢 他這種微薄的生命 就沒有依托了 就喪失生命的一個情形 那是講到我們 有肉的色身 必定會生病 那這個生病的時候 很需要人家看病 那可是呢 還請 下面講出我們 還呼的心情 就不願意來照顧病人 來看病人 然事情流變 世人的一個心情 是流轉 是轉變的 怎麼樣流轉轉變 始終難一 從始到終 是很難一致的 我就是說 他在這個強壯 健壯的時候 那個年輕 立勝的時候 那就親密 這個很希望 跟他親近 可是呢 等他這個年老 生病 很衰弱的時候 最需要你的時候 你去捐棄他 捨棄他了 不要他了 那筆屬很勤 那這個呢 就是筆肉 俗人 橫堂的一個心情 那我們 就是看這個現在 很多的 這個療養院 就是這種境界的一個情形 年輕的時候 你把他生下來 把這個小孩生下來 年老的時候 那這個 就把這個親人 就放到療養院去了 這個是筆肉熟忍 橫堂的心情 未能忘死 縱使呢 我們環乎知道 這樣做不對 可是呢 他呢 也不能忘除 這樣的一個習祭 他還是照樣 照這個習祭這樣做下去 這個下面講 這個張聖引導 彰顯這個說明 聖人的一個引導 教導我們要看病人的 故如來生見人物 深深的見察人 物呢 就是指的這個毛病 不願看病人的這個毛病 那知善未從 了知 這個環乎呢 這個善法 不能重複 嘴巴也是講 要看病 要看病 可是實際呢 不能看病的 惡必相遵 這個惡法 這個惡事呢 必互相的一個遵循 照做的 當然 這個環乎就是順生死流 那火頭 那火頭是絕者 他一個大絕悟的人 顧親看病 火頭呢 就以身作者 親自來 這個照看病人 那是照看病人 這個逆生死流 我們照看病人 就是隨順 這個解脫 解脫的一個法門 那這個是講到 火頭 這個制定 為什麼要看病人的一個用意 就是逆生死流 不要跟俗人 一樣 下面我們這個 直接 瑕疵下去 這個 詩詞解釋 出術疫 敘述看病人的用意 出 敘病患 為什麼會得到這個病 多因累 通目重苦 我們有肉色身 就會談到很多的這個累贅 那這個累贅 就是融通的 這個目 就來稱 融通廣泛的來稱 眾多的苦 有種種 三苦八苦 這個老病死愛別禮 種種的這些苦 那特別 這個是講到這個病 我們這邊是 這個有肉色身 他會有種種的苦 那這邊是特別講到 病苦的一個情形 那四大 四大不調 別是病老也 特別的 只是這個 病 腦海的一個情形 你這個四大 不能調順 他就生病了 落下 其次說明 這個詹詞 照顧的一個情形 這個時候生病 就很需要照顧了 然下 這只是 環路的心情 就不願意照顧 戶下 彰顯聖人引導 就親自來 照顧病人 按西域記 這個玄庄大師 所做的西域記 當中引這個四分率 有講到 在極緣金色的一個東別邊 有建了一個塔 那這個塔很特殊的 它是做 它是紀念 這個佛陀 在活食的時候 親自的 來這個 清洗這個病比丘的一個處所 那大家為了紀念 就造了一個塔 來表彰 這個如來呢 在日 這個有一天 在日就是有一天 那這個有一個病比丘 它含了這個病苦 這個身上有這個病苦 那獨處一處 就沒有人照顧它的一個情形 那在這個 申其利講得更清楚 他當時呢 就是活在這個社衛城 那跟阿難 在一個去巡寮 這個佛陀也巡寮的 那跑到一個 這個破舊的一個 生寮裡面去 看到一個病比丘 那握在這個 混變的混會裡面 那自己也不能起來 旁邊都是混變了 那佛陀就過去就問他呢 說你今天得到飲食沒有 他說沒有 那又問啊 昨天 說也沒有 乃至如此的問 次第的問 問就是 他就回答 沒有得到飲食 已經七天 餓了七天的一個情形 那佛陀就問 這個 你有沒有和尚 有沒有阿瑟里 有沒有同學呢 他都回答說沒有 我眼看 這個比丘 他是離開市場 獨處的一個情形 他又問 你有沒有這個 靈簧的這個比丘 有沒有呢 他說有阿 可是呢 因為我這個身體很秀慧 那這個比丘 他就跑得遠遠 跑到別的地方去住了 不願來照顧我了 那佛陀就問 那你怎麼會這麼樣 我 就下面的這個 接下面這個問 佛問如何所苦 你哪邊不舒服 所苦哪一個地方不舒服 我怎麼會獨處一處呢 這沒有人來照顧你呢 他就回答了 說我的這個個性呢 很粗疏 很懶惰的 平常呢 就不耐煩 去照顧病人 那人家 這隔壁房有生病呢 他也不願意照顧別人 那這個因果 絲毫不爽 故盡 因己無人沾世 這個 我現在呢 這個殘兆 這個受了這個疾病 也沒有人來這個沾 就是看世 來照顧我了 那佛陀就黏冕 他說呢 就是三男子 我盡看如 我來 沒有人來看你 來照顧你 我來照顧你好了 那佛陀呢 就這個 我跟阿難 我就把他們的這個混便 那就把它清除了 那又把他的這個衣乳 也洗一洗 身體也洗一洗 那換了這乾淨的衣服 那背乳也換乾淨的 那佛陀 這個都清理好之後呢 佛陀就用他金色很柔軟的手 去摸這個比丘的這個頭 那這個時候呢 他的這個重苦 全部都消除了 然後其次 佛陀再為他來說法 那證的這個出國 那這個是講到 律上 記載佛陀親自的 這個照看病人的一個公案 就像我們現在 這個生血醫療 他那個 那個 那個圖啊 就是佛陀照看病人的一個圖啊 佛陀就是以身示範 來教導我們 來照看病人的一個情形 這個是講到 需要照看病人 我們再看下面 這個引證 引律來證明 我們看文 故綠眾活眼如潮不相看似 誰當為 因為乃至世尊為病人 洗除大小便已 少至握觸即令清淨 呼一握之便利自雲 至今已去 應看病比丘 應做三病人 若有欲供養我者 應供養病人 佛為極地之人 游利諸比丘 親自下界 旷同華益眾 如何相欺 那引律上 這個應該是指的 斯文律 的一個緣起 斯文律講到 這個 我就說 如潮 潮就是你們 你們 潮就是貝 你們 不互相的 來這個 看事 照顧病人 誰當為之 那到底是誰要去照顧病人 乃至 這個世尊 就前面講了 世尊 就為病人來洗除 這個大便小便 以後 那少至 他這個病人的一個握處 那個床鋪 握的地方 還有環境 使令他 非常的 這個清潔 那這個 呼一 讓病人 就握在上面 這個講到 這個律上 這個佛頭是以真示範 來照顧病人的 那示範以後 這立字 佛頭就立下這個制定 佛這一齣戲演完之後 就立下制定了 便立自雲 這個至今以後 這個佛頭講的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律的 佛頭講出來的話 就變成一個規定 從今以後 一個佛弟子 應該去看這個病比丘 因當做這個張看病的一個人 如果想要供養我這個佛頭的人 因當去供養這個病人 那就等於 這個供養佛頭的一個情形 就是我們一個佛弟子 這個菩薩界的 這個第九條清界裡面講 這個若活子 見一切疾病人 常因供養諸佛無益 這個菩薩界就這樣規定 這個是算一條界的 你要看到一切的疾病的人 陰陽要供養他 要去照顧他的 就跟這個佛沒有差異 就跟這邊的這個綠文 他是一樣的 事實上這個照顧病人 會有很大的一個福報 很大的感應 我們這邊講一個 這個新經的這個靈感錄裡面 記載 這個玄庄大師 他這個花怨到這個印度去起經之前 還沒有到印度 他在這個四川的一個叫做空會寺 那遇到一個病 病比丘 那這個滿身二餐 那這個繡惠不堪的 那衣服很破爛很污損 那也沒有人去照顧他 也沒有人敢接近他的 那這個玄庄大師 他是一個花菩提心的人 他就升起這個悲憫心 也不必這個惡臭 那就施議這個病比丘 這個衣服飲食 那把他好好的照顧 那這個病比丘呢 他感激之以呢 我就告訴這個玄庄大師說 這個他也知道他要去取經 就說這個從漢地到印度 有十萬餘里 而且當中還有八百里的這個流沙 那這個灰鳥這個野獸都沒有了 而且還要經過這個大雪山 有六百里 一個風雪昏灰 那這種危險 這種阻難也是一層又一層的一個情形 那這個 那怎麼辦呢 這個病比丘就說 我呢 我這邊有這個三世諸佛的一個心耀法門 是什麼呢 就是心經 我們現在每天在念的這個心經 那這個 如果呢 你能受持 那可以保護你安全的 去安全的回來 那就把心經 這一部經呢 就送給這個玄庄大師了 那玄庄大師 正是在取經 在記載當中 他確實 這個有遇到迷路啦 或是遇到缺少飲食 缺少這個飲水的情形 他就很虔誠的念這個心經 記載當中是這樣 他念觀世音菩薩 念心經 那在這個危險的時候 都能得到這個救濟 就如同這個在空主當中 你這個花一個響聲 那就能得到回應的情形 非常有感應 那等到這個 這個拼了這個 好不容易 到了這個印度的這個納蘭陀寺 中印度 那又遇到這個併比丘了 很奇怪 這個併比丘竟然在這個納蘭陀寺看到 那就這個併比丘就 就告訴這個玄裝大師說 你這個用走的走到這個印度來 那這個很艱險的 那恭喜你來到了這個地方 那希望呢 這個你這個取完經 那早點回到這個漢地去 那滿你的心願 那這個我呢 是觀世音菩薩 那說完之後呢 他就回到空中 就消失了 這個觀世音菩薩 是過去正法名如來 這個玄裝大師的一念的慈悲性 照看這個併比丘 竟然呢 他照看到這個觀世音菩薩 照看到的這個正法名如來 那這個呢 就是真正的 是供養到這個真火的一個情形 這個佛講的話 事實上不是一種這個預言 你這個照看併比丘 照看這個病人 真的就供養到這個佛陀的一個情形 那這個是一個例子 真實的一個公案 往下面這個決勤 結是這個勸修 這佛陀呢 他是一個極地之人 達到最極果地的人 他已經圓滿了 那游利於朱比丘 游然為了要勉勵 諸位比丘 諸位活弟子照看病人 他呢 還親自的背下來 這個接看 照顧這個環乎的 這個生人 那這個 在律上規定 律上講 這個佛陀 他五天會巡視這個生寮一次的 那有五個原因 其中有一個就是為了要看病比丘 看看這個病人呢 這個病比丘有沒有人照顧 他巡視巡視的 曠同化益重 何況呢 我們這個出家人 這個佛弟子 他是同修活化 那是同灘道友 那是好像這個守族 那這個道義上是很尊重的 就像前面講 這個阿瑟之王 他信火之後呢 他就講 這個 這些信火的人 都是我道法兄弟 如何相欺 如何在生病的之後 互相的 這個氣捨 那不去照顧他呢 那這個是不應該的 在這個 這個行事道有講 他就講到一個病人 他如果能得到 這個隨順的一個醫藥 能照顧 那這個病呢 他就能好 那如果說得不到 他就死去了 所以呢 這個佛陀 他就是不斷的 勸勉 這個來照顧這個病人 像這個菩薩界 裡面第九條青叩界 他就講 這個八大 八福田中 看病福田 是第一福田 你這個 好看這個病人 他得到照顧 那這個我們 增長了悲心 而且我們是公敬 這個照料這個病人 那我們這個公敬 他 公敬心 他又有悲心 那這個能增長 這個 迅速的增長 我們的福德 所以這個八福田中 看病福田 是第一福田 你能極速的 增長你的福德 好 那這個致詞記的解釋 這個隱正 那第二個 是 初來隱元 那變下呢 是立志 那活下呢 就是劝 劫 那以下呢 是 事宜 解釋 這個疑惑 我們看文 問 供養病者等佛何也 答 為悲心 看病 拔苦與樂 此行同佛故也 又論允 誰順我與民供養佛 好 問呢 這個供養病人 怎麼會等同供養佛陀 那這個是 怎麼緣故呢 這個病人 又老又臭的 那怎麼會供養他 怎麼會跟供養佛陀是一樣呢 那下面有兩點的解釋 約了心形同佛 這樣照顧病人的心 的行持呢 是相同佛陀 的一個悲憫的心 為悲心看病 我們一個凡夫能 升起悲憫心 來照看病人 那給病人 這個拔苦 與樂 那這樣慈悲的心 還有他的一個行持 是等同於佛的緣故 在亨願品裡面講 這個諸佛如來 是以大悲心為體 佛陀他成佛 就是一面的大悲心 那我們現在能升起悲心 給病人拔苦與樂 當然就跟佛陀的這個心 他是同一個體性 那跟佛的悲心 同一個體性有什麼好處呢 這個亨願品 繼續又說了 因為這個眾生 與眾生 而起大悲 升起大悲心 那因與大悲 那就升起這個成佛的菩提心 那因為菩提心呢 未來我們就能成佛 跟佛陀一樣 這個三十二項八十種好 種種的自在 那這個我們就 因為一面的悲心 就能未來跟能成佛的 這個是約了心形 相同佛陀 那其次呢 曰 隨順佛之 隨順佛陀 立法的一個制定 這個程式論講到呢 隨順我與民共養佛 隨順我 就是佛陀的一個言語 就是 民為共養佛的一個情形 那在這個升起立 也有講到一個公案 說在佛寺的時候 當時 南方有兩個比丘 他們呢 都共同要來這個佛陀處 來看佛 那有一個比丘呢 他生病了 那經過兩天 經過三天了 那另外一個健康的比丘 這個他就等不及了 那就告訴這個佛陀 我想去問訓世尊去見佛陀 那你呢 等病好了 那你自己帶來了 那這個病比丘說 這個長老啊 你要等我這個病好 我們再一起去啊 他這樣求他 那他就回答了 說這個 我呢 這個沒有看到世尊 已經很久了 那這個好像口渴一樣 這個等不及了 你還是病好了之後 自己帶來了好不好 他就把這個病比丘呢 就晃在一邊 不照顧 那就去直接的去見佛陀了 那這個 這個見到佛陀之後呢 我就明知顧問啊 那這個你的同伴在哪邊啊 那我就點點滴滴 我就都講出來了 佛陀就說啦 這個 你雖然呢 親近來看我 可是呢 你也沒有看到我 那我也沒有看到你了 怎麼說你沒有看到我呢 因為你這個沒有隨順佛的話 那等同於不見佛的一個情形 那 那我也沒有看到你 這個不肖的弟子 那這個比丘呢 這個如果佛陀進一步講 如果這個比丘呢 內心不放逸 那專心在這個大法山 那這個隨順佛陀的一個教士 譬如說這個遇到這個因緣 那有病人的因緣 你好好的照顧病人 雖然呢 這個離我很遠啊 可是呢 你是見到我的一個情形啊 這個是什麼原因呢 因為隨順如來的一個法山啊 我們之前有講 這個育和功德經 這個火的這個法山設立有兩種 一種就是戒律 第二個是教法 你隨順佛陀的教法 隨順佛陀的戒律 就是隨順佛陀的法山啊 那這個隨順佛陀的 這個就等於隨順佛陀的法山 等於就是見火的一個情形啊 就是這邊講 你這個隨順佛陀 隨順佛的話 等於供養佛 等於見火了 那下面這個自詞記的解釋 第三點 就是解釋疑惑 那這個真問 上面這個綠文 想要來彰顯 這個看病人的一個功德 他的行徑 他的行徑呢 跟火一樣 那等於供養佛陀的 那回答 是初曰這個心形 悲心 還有他的行指 是相同佛陀 那右下 其次曰的看病人 他是隨順佛陀的一個制定 那等於供養佛的 我們知道這個慈佛陀當中 最殊勝的福田 就是佛陀 那這個我們這邊 約了佛陀的正義量講 這個你照看病人 那等於供養佛 那所以這個照看病人 他所修的這個福報呢 是廣大 不可穿梭的 而且我們現在 好好的這個 這個客擊護理 好好去這個照看病人 那如是因感如是果 未來 雖然你這個出了家 沒有這些 世俗的眷屬 世俗的知識 未來 必定會有 這個人來照顧你 有人就會 花心來照顧你 學院你就看這個 家師 他的一個情形 他大概晚年 這個病可能十來年 那些弟子 有的出了家 就是非常的孝順 這個整天的照顧 那他 看他的因地是怎麼樣 他也是因地的時候 在家就非常孝順他父親 這個照顧他老父親 有十年了 乃至於我聽他的 他的妹妹講說 這話也不是他講的 是他妹妹講的 他說 這個 老父親的這個混變 他都常混變的一個情形 非常的孝順 乃至於出了家 這個出了家 就是照顧他的弟子 很用心的照顧弟子 所以他他晚年了之後 那是弟子非常的孝順 去照顧他 那這個是如是因 就感到如是的果 我們再看第二章 這個檢人 檢別 誰來照顧這個病人 我看文 是婚若有病者 親和尚乃至弟子 從親自書 若都無者 眾生應予當病人 若不肯者 因次第胎 自本重 自定有本重 這個出家重 這個男重 就是這個 男的出家重 這個生病了 就男重來照顧 那這個女重生病了 就女重來照顧 叫本重 那自分律講到 有病的話 那是聽許 這個和尚 乃至於弟子 來照顧的 這個聽許和尚 這什麼意思呢 就是弟子有病 那這個做和尚的 來照顧的一個情形 乃至 就是包括阿瑟 就包括阿瑟里 他的剃度的和尚 剃度阿瑟里 來照顧的 例上有講 這個師長 這個照看 這個看弟子 就好像 和尚看這個弟子 就好像這個兒子 的一個情形 所以這個 這個 弟子 這個師長 這個弟子有病了 這個做師長 我就來照看 這個弟子的一個情形 那回憶過去 這個有一次 我是出了家 那去拔牙齒 那一拔 那這個 整個都腫起來 這個網課也不能做 那尚很知道 就趕快 來瞭網 這個看我 還拿了盤子來 那時候 就覺得很感動 這個一個 一個大德 他還能很細心的 這個照顧弟子 就是這邊講的 這個和尚 來照顧弟子的一個情形 乃至於 這個弟子 就是 這個弟子 這個意思就是 和尚有病 那做弟子 來照看這個和尚 律上講 這個做弟子的 看這個和尚 那就好像父親一樣 那 和尚看弟子 就好像兒子一樣 就是這樣子 那這個 當然這個和尚有病 那弟子來照料 這個 一般我們能理解 那這個 做和尚 他也要照看弟子的 那這個是律上的一個規定 那下面講 這個 跟病人的一個關係 從今至书 這個親 就是有師徒的一個關係 那书 就是平躺的大眾 沒有師徒的關係 這些人 都可以來照看病人的 那 若多無者 如果這個病比丘 也沒有這個弟子 那也 這個剃度的和尚 也往生了 那這個比較親密的 這些關係的 這些法卷署 都不在了 那這個關係比較疏遠的 這個 眾生 應與沾病人 大眾是 應當花心 來沾看 來照顧這個病人 那這個是講到 比較疏的這個大眾 若不肯者 如果沒有肯花心 來照顧病人的 那這個生殖是 應當要強迫的 這個次第的猜 去看病人 從上到下 次第的猜 如果 這個 這個律上有規定 在 還不敢去 那要如法治的 要結罪的 律上 這個治教罪 結治教罪的 就是這個 大眾是 這個生團裡面 大戒裡面有病人 那沒有人去照看 那一切大眾是 都要 結罪 得罪的一個情形 那這個是佛陀 治教的一個規定 那從這個治教的規定 也可以看到 我們一個 一個出家眾 那 這個住在生團 那益眾靠眾 仍然還是比較有保障 你這個病了 還是一定會有人 這個 來照看你的一個情形 那下面我們看 這個 開女眾 直接消失下來 這個 就是 意思呢 這個出家的男眾 這個 比丘 他生病了 那這個 開許 這個女眾 來照顧的 這個是什麼情形 若無比丘 如果 這個 已經沒有比丘 沒有沙咪 乃至於這個 幽婆社 這個男居士 可以照顧了 那這個時候 這個 比丘尼 士他摩納 沙咪尼 幽婆乙 這些女眾 隨可 作者應作 隨順 他們可以做的這個部分 譬如說煮菜 煮藥 煮飲食 這些 那仍然 不應該去摩觸 這個比丘的一個情形 因為我們這個出家中 他所受的這個 沙咪戒 比丘戒 他是盡行受了 他這一口氣在 他這個戒體都在了 要等到死了 才會捨去戒體的 才不換戒的 所以呢 你這個摩觸 這個女眾摩觸男眾 他會換戒的 所以 縱使這個 這個 沒有人照顧 不應該去摸出 這個女眾去摸出 男眾的情形 那從這一段 我們也可以知道 我們未來 如果說真的沒有能力 那就找看護 現在就是流行這個看護 這個男眾法師 那就找男眾的看護 來照顧了一個情形 來自於我們平常 給這個女護士來打針 那也要射精 那這個 這個 這個動了這個營運念頭 那這個有大的過失的 那這個是講到 這個單看病人 那這個 下面的知識解釋 這個出自本眾 自令出家本眾 有三成的 就是男眾 本眾就是男眾 照顧男眾 第一個是法俗自看 這個有親密的法眷俗 自己來這個看護 第二個 生呢 大眾是自己自動自發的 花心來照顧 第三個呢 沒有花心照顧 就用生胎的方式 次第的胎 次第來照顧 那準照呢 如果說生團裡面 也沒有比丘 那要死令沙咪 或近人來照顧 這個病比丘 那如果 這些男眾都沒有了 那就是 在開取 女眾來照料 不過照料的部分 就是 不可以 他的限度就是 不可以 這個摸出 這個男眾的比丘 向下文常會來日 麻煩 在開取 多謝 一位 二位 三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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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